中醫醫人 下醫醫病 上醫醫美病之病 中醫醫肉病之病 下醫醫醫病之病 護理疾病最佳的方法 D100有 醫護同行 主持 註冊護士 盧婉宜 這集全都是男性 醫護同行 很高興 又請到外科專科醫生 張忠陽醫生 Ellen幫我做嘉賓醫生 剛才紅芝說 一個外科醫生 竟然認得一個 曾經在醫院做過的麻醉科醫生 就是阿曾醫生 他們好像相認 我覺得實在好笑 在旁邊看著 今天偶遇了 原來之前在同一間醫院做過 他小聲已經跟我說了 張醫生很快 我們可以準時下班 外科管有些醫生會遲下班嗎 一定有的 不同的外科醫生的手術風格 都會有不同的 但有沒有跟麻醉科醫生溝通 說我這個手術預計是一個小時 還是因為我要做這類型的手術 我會預計多少個小時 預計還是預計 有些醫生 例如他對自己的預計很準確 他做一個小時 就真的一個小時完成 有些醫生 雖然他想兩個小時完成 但可能最後都會三四個小時 都有這樣的情況 但跟麻醉科醫生的溝通 是否他會告訴你 要預計多久 通常我們 我之前有做麻醉科醫生 現在當然不是 通常我們麻醉科醫生 跟外科醫生聊天 都會溝通一下 大概手術時間會是多少 他們都會給一個estimate的time 通常大部分的外科醫生 都會減少了 我們就是遇到這個張醫生 講到做到 每次是兩個小時 一定是兩個小時之後便會完成 盡力 所以他是我們準時放工的標準 好了 因為張醫生未來過我的節目 我也很感謝你 看過我們之前的訪問片段 你都會看到其實我一個新的醫生 我們都想是立體一點 因為我曾經試過 我曾經說 Debbie 你的訪問挺有趣的 很立體去訪問我 我說是呀 除了我訪問你想講的題目之外 我都想聽眾去知道 你本人是一個怎樣的人 他就形容說 很3D 很立體 我說 我想是呀 很少節目去講 醫生本身的背景 所以我們一開始都會這樣走 沒問題 通常就是醫生 到時至今日都是一個 golden standard 就是我們的人生目標 就是一個理想的職業 當然 那些苦疤苦媽 或者現在的父母 生的子女不多 而專注都會是 想那些子女 將來讀到書就做醫生 當然現在沒有那麼填鴨色 就說我希望那些子女 在一個谷的情況下讀書 所以我就會問醫生的背景 就是什麼呢 就是說 張醫生 你從小到大 志願是否做醫生 其實不是 其實不是 老實說 我去到會考 我還在想選什麼科 那時候 因為考完會考成績不錯 我想不是 等一下 一定不是考會考的時候 才成績不錯 你從小到大讀書 都是頭幾名 都是算是的 因為那時候在區內 都算名校 Band 1 雖然不是傳統 那些 都考到全級十名以內 都算成績不錯 但老實說 在公開試之前 我有沒有很認真地想 自己 我將來想做什麼職業 那你的家人 有沒有親戚或者朋友 或者自己的家人 是做醫護人員的 有的 其實 我覺得最終我選了做醫生 可能也有影響 其實我媽媽 是在大陸讀醫的 她在大陸是做過醫生的 當然來到香港 要再另外考試 沒有機會 但可能也有去老人院幫忙 做一些醫護相關的工作 我爸爸就做牙醫 醫護世家 有小小的背景 我覺得也有小小受到他們的影響 所以你從小到大都覺得 爸爸媽媽做的職業 你都覺得是有興趣的 不會覺得悶的 例如家裡有些書 是講人體 或者去圖書館借 我也會有興趣看的 不過老實說我最有興趣的就是 物理那方面 反而是 天文物理 相對論 反而是 我當時很認真想過 大學會不會讀Physics 不如去 帶你父母去 在你的成長過程裡 他有沒有去教你讀書 其實他們沒有 在很小時候 可能小學 一二年級的時候 我媽媽可能陪著我 做功課 陪著做功課 管著弟弟讀書 也不想理我 從小到大都很自由 有一個例子 就是不用迫 有分途就有分途 沒有分途都是不用迫的 自己會讀 那你有沒有課外活動 會做一些不是讀書的事情 有 其實中學的時候 喜歡打球 打籃球 旁邊那個 當然不是打得很厲害 可能身材有限制 都是下街打 每天都打到六七點才回家 真是意外 每天都跟同學一起 下次可以接錯一下 可以約我打球 我都很想打 我只是夠膽去留下街場打 其他的比賽都打不贏 在打球過程裡 因為出一身汗 其實是有幫助你去面對很繁重的一些讀書 那你到會考的時候 是成績好 才想是做不做醫生 還是其實已經有個種子在心裏面 父母都是醫生 我應該都走這條路 我真的去到會考成績出了 那會考成績OK 那我才認真想 那我之後想做一個職業 例如說真的想讀什麼 但真的可以讀文理 是的 沒錯 真的可以讀文理 這個真的 其實是有認真想過 但最終可能 但這件事 父母由始至終都沒有給我壓力 亦都沒有問你 他們有跟我關心一下 問一下你想讀什麼 但最後他們都給我一個決定 你看一下你想興趣在哪裡 你就去讀 他們都支持的 假如我最終選物理 我相信他們都沒有問題 那你去到醫學院 那你覺得 是不是跟你平時見過那些 都是那些 因為你父母是 那你覺得都不是那麼難 還是說 哇 這麼辛苦 就是你這個反應 中複 有一點 因為其實 你剛才也聽到我的興趣 其實是物理 數學 或者是電腦的程式 那些 其實是偏向比較 活動一點 數理多一點 但是其實 醫學院 尤其是第一兩年 一進去 其實是讀很多 背書很多 背書之餘 例如是biology 生物或者是化學 那些 比較多死記硬背的資料 比較多基本科學的死記硬背資料 其實我不喜歡死記硬背的東西 我喜歡理解背後的原理 那些 一進去 尤其是第一年 很中伏的感覺 也很撞長 對 也很撞長 其實 有很多東西要背 考試也壓力大 但也要努力考 成績不算特別好 尤其是第一兩年 一些很 basic science 完全不敢玩 因為你就是要不斷背 是 但也不至於說不玩 因為 敢玩就玩 但真的去到考試的時候就閉關 對 對 因為兩位都是HKU 我記得HKU 你進去 已經是 你那年代就不是 他們好像是 是會分組 是由 Year One開始已經分組 那些人 就friend 到現在 現在都是一個很 buddy 你們的朋友 也是 其實在自己的組 那些朋友 是會真的friend 親切 聯絡會多些 或者是 現在大家各有各工作都忙 但有時候 例如在私家藏島 或者什麼 其實會合作的機會會多些 其實真的熟的朋友 好了 終於捱完了 不是捱完了 跌跌撞撞 第一年辛苦 第二年應該掌握到 應該過了一關 那 是不是在讀Year One的時候 已經想著 受不了 我不會做內貨 我應該做外貨 是不是已經察覺到 自己要做手術那方面 Year One Two其實是未感覺到的 我也是 沒有什麼特別方向 那時候都很open 其實去到臨床的時候 開始Year Three的時候 真的開始接觸病人 去醫院 入手術室 其實 那個世界完全不同了 其實我覺得讀醫 立刻的興趣是回來了 因為有互動 是的 是的 還有你的東西是 你看到是很實在的 可以運用到出來 是的 沒錯 例如說 病人有一個問題 有一個症狀 那你是從那個症狀去出發 你去怎樣思考 怎樣去幫到它來 你要問什麼問題才知道 你要做什麼檢查才可以找到病因 這些反而就是我喜歡的東西 去思考背後的東西 有多一些的理解 然後其實也享受跟病人互動的過程 你喜歡享受那個互動過程 其實有些是內科的感覺 因為我跟他們聊過 內科的醫生會覺得 有一個問題出現 你要找個原因出來 那個過程 好像福爾摩斯那樣 喜歡這種探究的精神 那你什麼時候開始 嗯 我決定要走外科這條路 我想都是在 我開始接觸手術室 真的做手術的時候 例如幫手術的時候 即是第一水 是否第一水去實習 你是否第一水 嗯 那時候其實 短短續續都有的 年3、年4 都有些時間去跟外科 不同醫院的外科醫生 都有的 但我想是去到第四年 就比較 intensive 可能有兩個月 是在一間醫院的外科部 跟醫院巡訪 跟醫生做手術 有機會就上下台幫忙 我們經常說 你年1 不是年1 你剛剛第一年做Houseman 不是拉扒 不是拉扒 不是腳扒 應該是那個年代 都是要幫忙 會的 會的 那時候你去拉扒的時候 有些人覺得拉扒是苦差的 站著有眼分 又沒心腹 但我又 反而很大興趣 我不介意進去拉 第一我不介意 那個 體力上的勞動 第一不介意 第二其實我是 拉扒的時候 我會 很觀察 我喜歡很觀察 其實在做手術的那位醫生 那他不同的手勢 或者不同的做法 或者他其實是 大家都是target 在同一個部位 但是也有不同的做法 原來這個醫生這樣做是特別有效的 特別快 又流少血 有不同的做法 又會有不同的結果 我覺得很有趣 其實 那你就很留意 做得快 那個手勢 所以就做得快 肯定是 就吸到絲 怎樣做得快一點 原來是說 我的手勢就是 用哪個手勢快 還有你本身的性格 會不會是 我想的結果是立竿見影 因為我見外科醫生 我有滿足感 就是來自於 那房子不見了 問題是即時解決了 這個對你的成功感 或者那個叫做滿足感 是會比較大一些 會的 會的 其實 索準都會有少少這個傾向 就是喜歡那個問題 在你面前 你就用你的技術去解決它 那個技術是 你還要有少少是 你獨有的 或者是你特別厲害的 你感覺到那個存在價值 或者你是特別會有一個 一個 這個是surgent的ego 這個是做外科 為什麼這麼辛苦 但是都會這麼多人想做 我覺得是這個去吸引的地方 你最長一個手術是做多少個小時 其實最長那時候 如果是幫的 在你經歷裡面 在我經歷裡面 其實是超過20個小時 超過20個小時 真的很大體能的咬義 20個小時 對 超過20個小時 以我所知20個小時 要不就是trauma 即創傷很嚴重 要不就是換肝 中間會不會有些break 可以真的 我獨鍊也要 以我所知可以 可以蓋一蓋去吃東西 或者接力 有時候有的 手術的進程 或者手術緊不緊急 對 如果過程是很緊張的話 那就不一定 有時候有閒下的 有時候就可能 例如輪流 如果團隊有三四個有spare 有時候spare 一兩個下去休息 然後再換回 再接力 有時候都可以 所以 不是那麼多女性 做外科醫生 也不是的 現在多了 現在多了 因為你們多了 但是真正去選擇女性 即女性去選擇 通常都不會 選擇坐在這裡 舒服一點 因為體力是很大 是 是 20個小時 站在那裡 還要concentrate 手不震 對嗎 還有現在這十年裏 還要玩一些robot 又是另一種技術 你們又要由頭 不是由頭 總之要練 都很辛苦 在你那一篇 即外科裏面 其實沒有辦法 在醫委會裏面 只有外科那麼有趣 其實有些 剛才說了 有些獨有 專有 他在一個卡片裏面不捨得 亦都不可以告訴他 就是外科專科 只有幾種講得 老 心胸肺 我們上次說 然後就秘了科 然後就苦科 那就沒有了 那些全部是做手術 那些就不准被人 即不准說 那你今天選擇這個 topic 是不是就是你做的一個項目 是 我今天選擇的 topic 是關於膽石病 其實我專長在肝膽兒的手術方面 膽石來說 其實在肝膽兒來說 都算是很基本的一個病 但是都很常見 也都有 經常聽人說膽石膽石 沒錯 因為都很多人有 而都很多人對膽石這件事 其實就知道不知道 也都未必知道是很全部 我覺得都可以 借這個機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關於膽石 膽石病 有什麼治療 或者有什麼預防 我先問了 因為我們可以在下一節 真的講膽石 其實我如果 最常見的 不要餵你了 切鬼祖的膽 就不用煩了 這個是不是你們 比較簡單 或者你們 建不建議 那些人入戀 就說切了膽子 我始終都是建議 如果膽石有病 才做手術切除 純粹是有膽石 但是沒有症狀 其實就不算是膽石病 那就不一定要做手術 噢 即是膽石不是病 純粹有膽石 就不至於是病 你只是有膽石 但不一定是有病 是病變出現了 是 你就才做這個手術 而且其實 為什麼我說 一聽完 你今天講膽石 因為我剛剛才知道 我說 你會做這個題目 真的好 其實我剛才說 我的朋友的媽媽 是癌症末期的 其實她就是膽癌 膽管 膽癌 膽管 是的 我說 為什麼在那裏出現了 而 我想最難醫的問題 是很難發現 很難發現 就好像很難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就是我看到 她之前 我還有一個朋友 媽媽又是痛 我問什麼事 膽什麼容易有癌症 然後她三個月就離開了 就會看到 原來膽有很多病變 而我們要去處理 不要忽略 我們可以先休息一下 我們休息一下 我們回來再說 生有事 死有事 醫治有事 哭有事 笑有事 好,買了個關子 原來… 我一開始是兩個朋友 癌症 我們真的想研究一下 究竟膽的病變是什麼 可以說說 好,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關於膽結石 膽結石其實真的很常見 一般人來說 平均成年人 大概每六七個 可能會有一個人 就有膽結石的情況 所以都很值得大家 了解多一點 這個情況 那些圖 真的是石的樣子嗎 對,沒錯 那些全部都是… 好像背殼的樣子 有點起雞皮 我看得到 上面就噁心了 下面就… 密集恐懼症 下面好像漂亮了一點點 因為它… 很有趣 膽結石其實是… 根據膽結石裡面 不同的成分沉積而成 根據它不同的成分 其實它樣子都千奇百怪 顏色、硬度 好像背殼一樣 那樣都有… 很大小 沒錯 也有很多不同的形態 可以下個… 這些是不是你的作品 張醫生 不是,這是網上圖片 OK 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 你… 有沒有人拿來做留念的 我們通常做完手術 膽石都會輕輕洗一洗 給他一個病人 紀念品 因為膽囊本身就要拿去做… 發炎 對,切片發炎 膽石就給病人留念 有沒有人真的留念 可以用來做個吊色 怪怪的 這層是我的膽石 好像黃色那顆,漂亮的 我曾經見過有一顆 是全透明的 好像水晶一樣 很少見 很少見 那是不是因為吃東西的問題 而影響那個顏色 吃東西的問題 可能會有 但你實在是分不到 怎樣會形成 為什麼會有不同的顏色和形狀出現 沒錯 很有趣 好,下一張 在了解膽結石之前 我也講解一下膽囊和膽管的結構是怎樣 大家就會知道更多 這個圖其實是顯示了肝臟 肝臟在人的右上腹那裡 綠色的結構就是膽管和膽囊的系統 其實你看到膽管不是在肝下面出現 其實肝內膽管已經開始 肝內膽管 肝內膽管其實收集了肝臟分泌的膽汁 在不同的地方一路收集汇聚 好像一個小河流 慢慢汇聚成一條大河流 兩邊左右的肝 我們叫做總肝管 總肝管其實就再向下 再向下 就會跟膽囊管回聚在一起 膽囊在肝下方那裡 就是人的右上腹那裡 它平時的作用就是 將肝臟分泌的膽汁 在你未吃東西的時候 需要消化的時候 就先儲存那些膽汁 也會將膽汁分泌濃縮的作用 然後當你吃東西的時候 它就會受到腸胃的刺激 那時候就會收縮 然後將膽汁透過膽囊管 然後擠到總膽管那裡 總膽管會經過胰臟頭這個地方 就會走到十二指腸 十二指腸就是胃對下的腸臟器官 那裡就會將膽汁分泌出去 然後就會跟食物混和在一起 就會連上胰臟頭的胰臟管 胰臟管其實跟總膽管很接近 在那裡就會黏在一起 然後在十二指腸分泌出來 那膽汁的主要作用 其實就是用來消化食物裡面的油脂 那可以去下張slide 那這個就是講膽汁 就是有什麼成份 和它的作用是怎樣 其實它主要有三種大的作用 其實第一就是它其實是有少許鹼性 有些弱鹼性 它會中和到 因為平時胃就會分泌胃酸 那些胃酸落到腸 其實都會對腸臟的黏膜 有些刺激或者有些損傷 那裡其實就靠膽汁 去有少許中和的作用 第二樣就是它一個比較主要的作用 我們叫乳化 乳化這個terme 就很CAM 很化學 但其實日常生活可以打一個比喻 其實就是你家裡的洗潔精 哦 是的 其實平時的油跟水混油分開 不溶在水 但你身體如果需要吸收那些油份 你需要將那些油變成溶到在水 它才可以吸到血液裡面 即是可以吸收那些 其實膽汁一個很重要的作用 它就是將你食物裡面的一些膽固醇 一些脂肪酸油脂那些 就是將它做一個乳化的作用 令到它有些親水性 然後就可以吸收到血液裡面 咦 我有個問題啊 張醫生 如果膽汁是會將我們的油脂容易一點吸收 那如果沒有膽汁 我不會吸到油脂便健康一點 哈哈哈哈 你不是因為這樣切了個膽子嗎 會不會有這個可能性呢 你們用減肥的角度那些 這裡有兩個誤解 首先 剛剛有一個誤解 首先 第一個誤解就是 人們都說 吃少一些高油的東西 高脂的東西 但其實人是不可以沒有脂肪的 是不可以滴油不沾的 是不可以的 因為其實有一些人 人必須的維他命 其實一定只是溶在油裡面 我們叫油溶性的維生素 那些其實如果你是滴油不沾的 或者是 譬如說沒有膽汁分泌的 那些吸收不到 就是會 譬如說會貧血 或者會有其他的問題出現 甚至是 其實人裡面有很多的 一些重要的 例如一些細胞 其實很簡單說 全身上下不同的細胞 它的細胞膜 其實都有油脂的成分 意思是 全身上下都是需要油脂的 其實是不能夠沒有的 所以 第二個誤解就是 剛才Debbie說 你割了膽沒有膽汁 沒有膽死女 還好 我等一下都會詳細說 其實 割了膽是一樣有膽汁的 不會沒有膽汁的 所以 這個也是另一個誤解 說回膽汁 第三個作用 就是其實肝臟 它會 大家都知道肝臟會做很多的 一些 好像化工廠一樣 在體內 它會幫身體做很多排毒 或者將毒素分解 有一部分的毒素 有時候是不能夠透過 腎臟療液排出的 它那些很多時候 就是透過肝臟 把它分泌在膽汁裡面 例如一些重金屬 或者一些毒素 就透過那個模型式 就在膽汁裡面排出體外 在糞便裡面 所以這個就是膽汁 就是主要三大類的作用 其實 為什麼會形成膽石呢 其實 都有很多不同的因素 可以造成的 膽汁先說裡面的成份 其實 第一 它有一些膽鹽 和膽汁酸 就是它的弱鹼性的來源 還有一些可能是鈣質 一些輪質 一些毛肌鹽 裡面膽汁的成份 那些就是 幫助它用來做一些乳化的作用 第二樣就是它的膽色素 或者我們叫膽紅素 或者膽綠素 這些都是身體來說 它當紅血球裡面的膽紅素 是一些身體不需要的物質 它可以在那裡排泄出體外 是經過肝臟分解之後 還有就是膽固醇 脂肪酸 脂肪酸 輪輪脂 都是屬於膽固醇 在身體裡面的一些 循環的 cycle 膽汁在裡面 都是有一個重要的角色 在裡面的 膽結石形成 其實就在我剛才說的那些成份裡面 它會有不同的因素 令到它那個成份的平衡 就是不得平衡 它不平衡的時候 可能就會有一些石沉積出來 有不同的因素 例如說膽固不是很懂得收縮 如果它不懂得收縮的時候 有時候它裡面的膽汁就會過份濃縮 然後就可能會積了一些沙石出來 那什麼原因可以呢 有時候例如說 如果它一個人長期斷食 就是不吃東西 有些人說 現在有些比較極端的斷食方法 但都是十幾個小時 如果十幾個小時 可能未必去到這麼嚴重 但如果說長年累月 例如說 每天都是十幾個小時 那會不會有影響呢 這件事都有這樣的機會 因為始終膽固是受食物的刺激 你吃了東西 它就把那些膽汁擠出去 但如果你說十幾個小時不吃東西 其實它就不收縮 即是說 如果你用斷食來減肥 你真的有一個循環 你就會停一停 有這樣的機會 即是有研究就說 如果你真的去到 可能超過五天 不吃東西當然 通常那些人不會這樣 但可能某些醫學的 有某些醫學的原因 閃收一個星期 可能因為它的肚受傷 或者做手術 那些之類 它真的禁食一段 比較長的時間 有研究說 其實去到五至七天 膽囊裡面就會沉積到沙石出來 那我因為要做手術 我調鹽水 調整個多兩個星期 那些人就有問題了 它會增加了風險 但因為那些剛剛沉積出來的沙石 其實都是一些很細微的 它那裡可能是種子 但如果當它真的可以 之後可以吃東西 那其實那些沙石 當它還很微細的時候 它都可以排出去看外 或者是它重新有些新的膽汁 會進去膽囊的時候 也可以將那些細微的 可能溶解回 但這個可能會是一些種子 即是如果你有長期的問題 那是會特別容易積石 明白 所以都是要準時吃東西是好一點的 那其實醫生一向都是建議大家 準時吃東西 是飲食要規律要定時 他一定要吃東西 是 支持我這個每餐都要多吃東西的理論 那也有些其他的原因 那例如說 那個膽汁裡面 特別是濃 特別是濃一些 那它為什麼會濃一些呢 例如說它裡面的膽固醇特別高 那這樣可能跟它飲食有關 那它飲食上吸收到的脂肪 膽固醇特別多 那它就會分泌在膽汁那裏 令到它特別濃縮 那也有可能有不同的 例如說體型可能肥半 又或者本身有肝病 或者是年紀大了 有時候女性都會容易一些 女性有一個原因就是女性可爾蒙 那所以就例如說 吃口服避孕藥 或者懷孕的期間 這些都是一些比較高危的因素 會特別容易有積石的情況出現 有一些其他原因就是 例如說有些病人可能有腸道發炎 或者是一些貧血溶血性的問題 會令到膽汁裡面的膽色素特別多 會特別容易激到一些結石的出現 也有些時候可能是感染 那是什麼感染呢 有一個特別的情況就是肝吸蟲 就是一些寄生蟲 有些寄生蟲如果感染到的話 它特別喜歡躲在膽道、膽管、膽囊 那些又會容易令到膽汁特別出現 容易有結石的情況 可以去下一張 其實想說 剛才節目前也有提過 膽結石不等於膽食病 兩樣東西我們會覺得是分開的 原因就是膽結石 剛才說了 六七個人裡面可能都有一個有 但不是代表六七個人裡面 就有一個需要去割膽的 因為雖然你有膽結石 但可能未必有症狀 如果你是從來都 雖然你照了超聲波有膽石 但從來都沒有痛過 沒有發過鹽 也沒有以下所說的膽石的併發症 其實你只是有膽結石 你的膽囊有石 不一定代表你有膽石病 但膽石病的定義就是以下 例如有膽搞痛的症狀 試過有急性膽囊發炎 或者試過有膽管發炎 阻塞性的黃膽 即膽石塞住膽管 或者有膽石引起的胰臟炎 甚至膽石除了以上這些比較常見的併發症 如果膽石太大顆 超過三厘米 特別容易會有慢性膽囊炎的出現 甚至增加膽囊癌的機會 另外也有一些很大的膽石 它是會增加漏管 或者一些膽石性腸梗塞的情況出現 可以去下章 什麼叫膽搞痛呢 這樣也值得仔細講一下 其實膽搞痛就是膽石第一個 或者比較初出現有機會出現的症狀 而這個症狀有時也會不容易分辨 有機會跟普通的胃痛、胃不舒服、胃氣脹 其實都是容易混淆的 它的痛或者脹痛 通常就是 總之是超痛 其實有不同的階段 為什麼會有不同階段呢 就是因為那顆石 其實它有沒有塞住在膽囊管 還有它塞得有多緊 就會有不同 剛才大家都看到膽石有很多不同的形態 是不同的大小 很多人都問 醫生我有膽石 那是否嚴重 那顆石幾大顆 幾多 有幾多顆 其實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問題 例如說 那顆石是幾多cm 剛才說除非它大過三厘米 如果不是說 1cm也好 2cm也好 5mm也好 又或者它是1顆也好 3顆也好 100顆也好 都未必是最關事的 最關事就是它究竟有沒有症狀 有沒有試過發炎 因為原因就是 它那個膽石 假設它是很小顆的 其實它一樣可以塞住膽囊管 造成症狀 或者它是很大顆的 亦都可以有 但是它如果是 安安分分在膽囊裡面 沒有塞住任何東西 那未必就是代表它有造成問題 那當它造成問題的時候 它通常就會在 可能在胃上腹的位置 或者是右上腹的位置 會有些脹痛 或者硬著痛的不舒服 那它這個痛 有時它會好像反射一樣 會傳到它的肩膊 或者是一個後背 原因就是通常是因為 當它吃完東西之後 膽囊開始嘗試收縮的時候 被一些石子阻塞了 阻塞了膽囊管 令它那些膽汁流通不順暢 所以就會痛 它如果是塞得特別實的時候 就會特別痛 所以有些人可能是飯後 有時可能吃完晚飯 睡覺前半夜 就會有這個問題 可能有時是痛幾分鐘 有些人痛半個小時 那當它緩解了的時候 就好一點 有時又會伴隨著一些 可能作呕作悶 嘔吐 或者消化不良 這些這樣的症狀 好 看下一張 那如果要知道 究竟我這樣痛發 是不是膽石引起呢 就會建議 都是做一個超聲波的檢查 就會很容易知道 究竟你有沒有膽石 因為膽囊很容易照 在超聲波上面 當然有些時候 可能有其他的原因 可能都可以做電腦掃描 那些 也有機會可以看到有沒有膽石 當然如果純粹照X光 有時例如說 照普通的X光 就未必一定看到膽石 當然也要檢查抽血 檢查肝功能 因為有時膽石 例如說 那些石塞住了膽管 就會造成肝酵素升高 這樣的情況 這個時候檢查肝功能 就會有幫助 因為剛才也說了 很多時候膽囊痛的症狀 其實跟胃痛是差不多的 所以很多時候 如果醫生要判斷的時候 當然第一 就從症狀嘗試去判斷 第二 就算你有膽石 但你的症狀 我們都未必分到 是膽石痛 還是胃痛 可能那些時候 就要考慮 要不要檢查胃 要不要照顧胃鏡 這些都是膽石相關的 需要檢查 好 我們看下一章 如果真的有膽囊痛的病人 通常怎樣分膽囊痛 我剛才說過的方法 也要很依靠醫生 真是很仔細地去問病人 他的病歷 病徵 從而去判斷 究竟他的疼痛 或者他那些症狀 像不像是膽囊 引起的膽囊痛 這件事都很靠醫生的經驗 當然有時候 醫生的判斷 未必一定是百分百準確的 所以有時候醫生會告訴你 你這個情況可能七成八成 是膽石引起的 如果比較大機會是膽石引起 其實我們都會建議做膽囊的撤除手術 原因就是膽囊 如果一旦有搞痛的情況出現 就代表你屬於膽石病的病人 一旦有膽石病的話 其實長遠來說 他會有一個很高的風險 他去演化成其他膽石相關的病發症 例如急性膽囊炎 膽管發炎 等等都會詳細再說 所以其實為了避免那些病發症 我們都會建議做膽囊撤除手術 膽囊撤除手術 其實都沿用了很多年 以前很多時候會用傳統開刀 但其實現在這二十幾三十年 都是用微創和複腔鏡膽囊撤除 基本上如果你是從來沒有做過手術 通常我們都會建議這樣做 我們看看下一張膽囊是怎樣 下一張給大家看到 急性膽囊炎 其實是可以出現這樣的情況 膽囊都漲了 因為塞住了 不要緊 是 它其實塞到 其實是剛才看到的畫面 有些綠色一塊塊的 其實是它已經是漲到 有些壞死的情況 切掉了 沒錯 這些一定要切 如果病人有這些情況 它會有上腹有劇痛 會發高燒 我們叫一個Murphy sign 就是說在醫生檢查時 按下去膽囊位置 會有觸痛的情況 急性膽囊炎 除了它本身可以發炎 沒有敗血症之外 它也有機會併發 例如膽囊太脹窗窿 膽囊流出來 引起腹膜炎 膽囊可能會壞死 甚至那些膿走進肝 造成肝臟的一個 濃瘡問題 遇到這些情況 都需要給抗生素 很多時候都需要做緊急手術 如果情況許可 都會做微創 有時可能需要開刀 如果一些不適合做麻醉手術 或者一些比較高危的病人 例如八十幾九十歲 一百歲的病人 我們都見過 有這些情況 有時做手術的風險太高 我們可能需要考慮一些 手術以外的方法去處理 包括我們一個叫 精皮穿肝膽囊引流術 簡單的說 就是我們就不做手術了 我們就在體外 用超聲波看著 督支管的膽囊 將裡面的髒膽汁引流出來 然後用抗生素去醫治發炎 希望可以控制到發炎 通常都成功的 當然這個情況 就不是一了八了 始終膽囊和膽石還在 長遠來說 第二次他有機會 第二次第三次發炎 但這個情況 通常都是建議給一些 例如說 不是太適合做手術的病人 第二個現在是一個比較新的技術 我們叫做內視鏡超聲波膽囊引流術 這個方法就不用在體外引流 醫生就會用一些特別的儀器 我們叫做內視鏡超聲波 就是在十二指腸那裡 在體內 用超聲波看著膽囊 把膽囊在裡面 放一個支架 令到膽囊裡面的膽汁 可以引流到腸裡面 又是起到一個引流的作用 這個是比較新的技術 暫時還未完全普及的 會在一些比較大學醫院 或者一些有專業訓練過的醫院 開始有更多的應用 好 那我們看下一張 可以快一點點 下一張我們會說急性膽管炎 其實也是另一個比較重要的膽石引起併發症 其實石如果塞著膽管 其實它就會引起肝酵素高 黃膽發高燒 死亡率可以去到5-10% 原因就是膽管一旦塞著 其實裡面的細菌就會迅速繁殖 甚至會經肝臟入血 然後引起死亡的風險 如果有這個情況 就需要做一些我們叫ERCP 或者叫逆行性的膽疑管造影術 就是膽管鏡俗稱 透過內視鏡 就落到十二指牆 在膽管的出口那裏 用一些導管 儀器 嘗試將石清出來 如果清不完 有時候可能會放支架 將膽汁引流 下一張急性又怎樣做 疑狀炎又是另一個有機會出現的 膽石引起的併發症 又是另一個屬於比較嚴重的併發症 疑狀炎通常都是 症狀上腹劇痛 很多時候抽血就會發現 疑狀酵素很高 就知道是疑狀炎 疑狀炎有50%都是膽石引起的 所以都比較多是膽石引起的 大部分都是輕微的個案 輕微的個案很多時候 給疑狀休息 它自己會好 但是其中有20% 其實是可以 染化成嚴重的疑狀炎 嚴重的疑狀炎 疑狀炎發炎發得很厲害 會引起器官衰竭 甚至引起疑狀的壞死 我們叫壞死性疑狀炎 這些情況都是我們盡力避免病人出現的 原因是為何我們會叫病人 如果你有膽搞痛 膽有症狀 或者早期發炎病發症 就快快去做手術 不要等到疑狀發炎 甚至嚴重疑狀炎 才之後考慮做手術 因為一旦有這些情況出現 有時都可以很難處理 有些病人住在ICU 住院住幾個月 其實我有個朋友 因為這樣差一點 沒有了一條命 所以大家都要知道 如果有痛 或者覺得有疑問 盡快去看醫生 不要看少這個病 今集麻煩你 就是張醫生 我們希望下次再講多些關於專項手術 因為肝膽疑 我們只做了一個膽 還有兩個器官 我們再邀請張醫生 謝謝張醫生 拜拜 請多… 謝謝 我也不選擇 affordable 理你 您